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話說最近幾天大陸的罷買洋貨行動 就鬧到沸沸揚揚 而最近幾天其中一個備受針對的品牌就是Nike 但是他們似乎很熟悉中國消費者的心理 竟然間就使出了一個奇招 他們就決定要在各地的門市減價促銷 最後就掀起了民眾搶購的熱潮 無聲無息間 將針對他們這個品牌的罷買行動瓦解了 另外有部分的外商品牌 他們又發出了一些澄清 就是說在微博上支持新疆棉的貼文 就跟他們總公司無關 是未經授權的 好了在說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搶購Nike產品的熱潮 有多麼瘋狂 今天 自由亞洲電台就在Facebook上面 發佈了一條片段 這條片段顯示 而在門店裡面 就有很多消費者 不斷地來控場 怕著撿輸行頭 慘過敗家 一對兩對三對 不斷掃 不斷掃 看到畫面 都是相當猖狂的 好像不用錢一樣 好了 在門店外邊又怎樣呢 更誇張 由於維持秩序的人員實在太少了 在湧下湧下的情況下 那些排隊的消費者 當然就開始不守規矩了 一路湧 一路撞掉了那些欄杆 之後 全部人一湧而上 一聲就進去門店裡面掃貨了 最後 維持秩序的人員 也只能夠逼於無奈 眼白白看著這班消費者 湧進去 因為他們的人數實在太少了 這件事當然反映到 原來減價促銷這一招 是很有效的 其實Nike這次的奇招 其實也是把 在電商平台上的經驗 複製到實體門市上 大家記得 在上星期的時候 在京東網購平台上 Nike有一雙新的波鞋推出 當時也進行了減價促銷 最後引來 有超過35萬個網民 是真金白銀地付錢來預購 其實 無論是線上或線下 消費者的喜好 大致上也是差不多 既然在線上 減價促銷都這麼受歡迎的時候 最後 Nike就把這一招 放進實體門市上 引來一大堆的非來猛 全部湧進去 好像不用錢一樣買法 總之 減價是很有效的 減價得多 就買得更多 而且這還在說Nike 這些都是一般的中階消費品牌 如果是說那些名牌 我相信 那個數貨的情況 更加不得了 如果這次減價促銷的不是Nike 而是LV或者Burberry 那個搶購的情況 相信還更加會虛陷 因為很多人 等了減價的機會很久了 每個人都喜歡這些外國名牌 根本上有部分人心底裡 就是崇洋眉愛 買不到的時候 就咬牙切齒 在那裡眼紅別人 到他有機會買得到 他有這樣的能力去消費 他不買才是期 所以 現在這條片在網絡上風傳之後 有部分的人 就相當之不齊 就斥責這些去掃貨的人 那種的得性就是這樣 而且這群人跪得太久 不懂得站 又有人說 世界就是這麼現實 Nike 是完全了解到中國消費者的心理 還是打折香 有折頭 那些人就自動湧過去了 事實上來說 你說減價促銷這招 是不是一定行呢? 可能外國品牌就行 如果是李寧牌 或者大陸那些七牌藍莊 那就未必可以 減價也沒有人偷 不奇怪 所以 喊外國的口號 喊得多大聲也沒用 從一般民眾的消費模式 已經是反映到 這群人究竟真正喜歡的是什麼 你喊的口號在網上點讚 點讚也沒所謂的 點讚也沒成本 隨便勾禁而已 對不對? 但是這些數貨就不同了 真金白銀拿錢去買的 減價而已 其實也要錢 大哥 減價不是說那間店舖貼錢 叫你去拿貨 減價也要有成本 而且不僅是說金錢成本 還要有時間成本 要跟一大堆消費者去控搶 爭輸了就沒有份 所以 這個什麼罷買洋貨 就被Nike三兩下散手就搞定了 當然 有很多人仍然在網上大喊不買 那些人來說 可能從頭到尾都不是Nike的目標消費群 這些人可能根本上是窮得窮的 或者是有錢的都去買山寨貨的 他們在網上喊沒問題 喊而已 最重要的是Nike能不能做到的銷量 能做到 那就已經成功了 你就喊飽它 好了 接著我們又看看 最近那些小粉紅在網上猛出征 很多品牌都是租秧的 其中一個他們想抵制的就叫做LV 之後這個品牌就搞事了 竟然網絡上有些人出來幫他們補價護航 就說LV根本上都沒有發表過任何聲明 說要抵制新疆棉 所以就不應該抵制這個品牌 那這些人當然很多我相信都是既得利益者 可能他們自己本身擁有奢侈品牌的產品 如果萬一說要抵制這個品牌的時候 那些人就糟糕了 Nike就說要燒了波鞋 H&M就說要剪了衣服 那你這個LV沒問題 那麽那些包包就要拿去燒了它 或者剪爛它 或者是毀壞了它 就算不是說要弄爛它 這些奢侈品牌的產品 買回來的時候 一定就是要拿到街上養 要招搖過市鎮才威衰 現在不讓他用了 要被迫放在櫃裡發霧 那些人當然不肯 所以馬上就說 不關LV事的 幫他說話 實情就是幫自己說話 這幫人一來又不捨得弄爛他 二來就算不拿出街用 他的心也不舒服 這個世界是有這樣的人 只看葉劉就知道 簡直是一個人版 他口口聲聲說要抵制Burberry 原來他口中所說的抵制 就說在Burberry道歉之前 他就不再去買 以及就是不再拿出街用 但是你買回去那些怎麼辦呢? 按照小粉紅那種 義和團式的愛國準則 就是要弄爛它才舒服 對不對? 你放在家裡的櫃裡有鬼用嗎? 因為按照那些小粉紅的邏輯 你愛國就必須要付出相應的成本 哦!原來你要抵制那些貨品 就放在家裡珍藏 那你哪有付出成本呢? 你只有一把口 那你的愛國就相當廉價了 反正你葉劉這陣子都在表現的時候 為什麼不做一場直播呢? 就把全球的媒體都抵制回來 反正你這麼有人脈 一定可以抵制到的 然後做一場全球的直播 就是燒爛你那三條爛鬼Burberry頸巾 那裡有多少錢呢? 你給得起吧,葉太太 你又做行政會 你又做立法會 大把水一個月 那你原來是不捨得的 那還說什麼才行呢? 當然,葉劉這期又標榜理性的 不好意思啊! 在那些小粉紅的眼中燒爛他才是為之理性的 你不燒才是為之不理性的 你不要先入為主 拿了西方那一套思考方式 來代入在這個社會身上 葉劉 好了,接著我們又看看 原來有很多品牌 都分別澄清 在微博上撐新疆棉的貼文 就跟總公司的立場是無關的 其中一個就是日本品牌ASIS 他們就是賣運動鞋、運動服裝 那樣的 在微博上他們曾經有一條貼文 說會繼續使用新疆棉花 而且是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不過位於日本神戶的總公司 馬上召開了緊急會議 他們的發言人之後就說 要緊急澄清 微博上面那份有問題的聲明 是未經授權而發出的 也不代表他們公司在這件事上的官方立場 而他們也證實 澳洲奧運隊的隊衣 並沒有包含到源自新疆棉花 也不是由這個地區來生產 消息透露 ASIS在微博所發布的聲明 應該在大陸辦公室的員工發出 並且沒有獲得總部的批准 而且那篇聲明的字眼 跟較早前 德國品牌Hilgo Boss 撐新疆棉的微博是很類似的 證明有可能是由中國的員工去撰寫 不過這篇聲明現在被刪除了 其實Hilgo Boss早在兩天前 已經說明了 說在微博上面撐新疆棉的貼文 又是未經授權的 他們是撤回的 當然大陸的小粉紅 就慢著在這裡吵 又說Hilgo Boss是雙面人 是更加可恨 當中國人是傻瓜 那為什麼Hilgo Boss要撤回呢? 他沒有選擇 因為他這個品牌有著一段黑歷史 被指控當年跟納粹德軍有往來 說那些德國的軍服 他們有份來製作諸如此類 所以他們面對著現在這個新疆棉的情況 他一定會有所避忌的 他還怎麼會發這些聲明呢? 他最多就不出聲 他沒有可能說支持 他一說支持的時候 分分鐘又會引起外國消費者的不滿 那裡才慘 Hilgo Boss沒有說大陸沒有人買 問題就是大陸佔了市場銷售額有多少呢? 他主力的銷售是不是在大陸呢? 一般人買不起 我都買不起 Hilgo Boss奢侈服裝品牌來 至少也要幾千元一件 你說一般人買不起 所以他沒有選擇 他一定是要收回 不然外國消費者會吵他 那些左翼團體會喊得很大聲 至於ASUS他們也沒有選擇 因為澳洲奧運隊的球衣 那些衣服就是在用這個品牌 他如果不去澄清的時候 分分鐘又得罪了澳洲 與其是這樣的時候 不如他們就澄清 說那條微博是未經授權而發出 這樣就當成了一件事算數 因為他們又看到Nike的情況就是 原來減價促銷之後 有很多人是照買的 那就是那個罷買洋貨行動 究竟罷買的人 那些人本身有沒有本事去買 都成問題 是不是? 我經常都強調這一點 喊罷買那些人 根本從頭到尾都是買不起的 就是李克強總理口中 每個月都是一千元人民幣 那些人來的 那你買鬼買馬是不是? 那些人喊罷買沒有所謂 從頭到尾這些外國品牌 他們去銷售的對象 就是北上廣深那些中產 你說一般那些在內陸 住在農村 或者在城市裡打工的農民工 那些人從頭到尾都不會買得起一件 所以那些人喊得多大聲也沒用 他主要是賣給那些中產 如果那些中產繼續受的話 基本上 你喊得多大聲也沒用 根本只有兩個市場 一班人專用山寨貨 平價貨 國產貨 另一班人買得起的 才會買這些外國品牌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